放开我 放开我 臭刀长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当然是杀了你占据你的身体 你个混蛋 是你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你只说对了一半 你的死确实是我所为 但是其他人的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不是那个刘道长在 你早就死了 我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功夫 刘道长 不过现在的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 反正你都要魂飞魄散了 放心 我会彻底占据你这具身体 替你好好活下去的 同男同女给我杀了这个小子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坏蛋 我要杀了你 什么情况 我的灵魂居然进入了指人的身体里面 可是这身体真的好僵硬啊 虽然搞不清楚眼下的状况 但是进入指人体内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人了 人了 这个小子跑到哪里去了 这里怎么会有两个指人 看本道长不杀了你们 刘道长别动手啊 是我 我是钢弹啊 钢弹 对的 是我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谁做的 是马道长做的 他想占据我的身体 他往那边去了 旁边这个指人就是他的傀儡了 刘道长 你可真厉害 一下就解决掉了这个家伙 废话少说 走 跟我去找这个医官禽兽 赶紧追上他夺回你的真身 马道长 你可真是我们行业的败类 居然干出这种事 是你 你竟然没有死 就凭你那三脚猫的道行 也想伤害到我 不可能 你不可能活下来 我已经让那东西去对付你了 在那个东西的追杀下 你怎么可能活下来 我今日就要告诉你 钢弹就是我刘道长的徒弟 你伤他 我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想杀我 得先问问我的指人